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火拍焦点节目 今天我们将探讨一些引人注目的全球事件 首先 芬兰动物园的两只大熊猫Lumi和Perry将提前返回中国 这不仅让人感到失望 还揭示了动物保护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复杂关系 接着 我们将谈到前纽约市市长鲁迪朱利安尼的律师执照被吊销的事件 这是因为他在特朗普2020年选举中散布虚假信息 从曾经的英雄到如今的失落 他的法律生涯可谓跌宕起伏 最后 我们来到苏丹 该国军队在克土木发动了重大的攻势 与叛军展开激烈战斗 战争的背后是外国势力的介入与人道危机的加剧 这些故事不仅反映了当前的全球局势 也引发了我们对权力 责任和文化交流的深思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芬兰中部的Atari动物园中 两只大熊猫Lumi和Pari的故事 曾经是一段温馨的国际交流佳话 这对在芬兰生活了六年的可爱伴侣 将于今年提前返回中国 比原定的15年租约提前了8年 这一消息引起了广泛关注 但芬兰和中国强调 这并非所谓的熊猫外交的失败 而是因为熊猫饲养成本实在太高 Lumi和Pari的到来 曾经引发了芬兰民众的热烈期待 2018年初这对熊猫的到来 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前来迎接 芬兰媒体报道 当时有28万人次参观了Atari动物园 这一数字是2017年的两倍多 动物园的首席执行官Arger Valley后 在一次电话访谈中表示 这股热潮让动物园决定投入约950万美元建造一座专门的熊猫馆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动物园发现维护这对熊猫的成本远超预期 每年动物园需要花费约170万美元来维持熊猫的日常开支 包括能源 维护费用和员工工资 还有从荷兰运来的竹子 这些竹子是熊猫的主食 每天需要26到84磅 更重要的是动物园还需要向中国支付年费以获得熊猫的饲养权 Vale后并未透露具体协议内容 此外 芬兰面临新冠疫情的影响 俄乌战争引发的高通胀以及国内旅游下降 动物园的客流量和票房收入也大幅下滑 这使得动物园不得不重新考虑熊猫的饲养计划 最终决定提前将Lumi和Perry送回中国 尽管这一决定是出于经济考量 但对许多芬兰民众来说 这是一个难以接受的消息 熊猫在芬兰的生活不仅吸引了大量游客 也成为了当地文化的一部分 许多人对这对熊猫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这个故事不仅反映了动物园面临的经济挑战 也揭示了当前全球化背景下 动物保护与经济利益之间的矛盾 熊猫作为中国的国宝 承载着深厚的文化意义 而在芬兰的生活 则让他们成为了当地人心中的明星 随着Lumi和Perry的回归 芬兰动物园的故事也许会成为一个新的开始 或许未来会有更多的合作机会 让这些可爱的生物 能够在不同的国度之间架起友谊的桥梁 同样在法律与道德的天平上 曾任纽约市市长的鲁迪·朱利安尼 因为试图推翻唐纳德 特朗普在2020年选举中的失利 并基于虚假的广泛舞弊指控 而被华盛顿特区的法院正式吊销了律师执照 这一裁决由华盛顿特区上诉法院的 三位法官组成的何一婷做出 对于这位曾被称为美国市长的80岁老人来说 无疑是又一次沉重的打击 在周四早上公开的一份一页命令中 华盛顿特区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写道 鲁道夫·W·朱利安尼 在华盛顿特区的律师职业资格被吊销 朱利安尼的发言人并未立即对CNBC的评论 请求做出回应 早在2021年7月 朱利安尼的律师执照 就因为他在纽约的纪律程序 而在华盛顿特区被暂停 三年后 纽约上诉法院认定朱利安尼 公然滥用他作为前总统特朗普及其竞选的 个人律师的显赫地位 在多个法院散播有关2020年选举的虚假声明 甚至有时是伪证的主张 该法院在7月2日的吊销裁决中指出 朱利安尼故意违反了法律职业的一些最基本的准则 并积极助长了随着2020年总统选举而来的全国动荡 而他对此完全不悔改 2023年 华盛顿特区的一个律师协会纪律小组 已经建议吊销朱利安尼的执照 理由是他的虚假选举主张 他声称存在大规模的选举舞弊 但却没有任何证据 该小组指出 通过起诉这一句破坏性的案件 朱利安尼作为法院的宣誓官员 丧失了职业的权利 他应该被吊销执照 朱利安尼在特朗普挑战他对乔拜登 在2020年选举中失利的努力中深处前线 随后 他在乔治亚州和亚利桑那州 应与这些努力相关的州级指控被起诉 并在这两起案件中均已表示不认罪 7月 一位纽约联邦破产法官 驳回了朱利安尼的第11章破产案件 使他的财务困境更加恶化 包括需要向两名乔治亚州选举工作人员 支付巨额民事诽谤赔偿金 朱利安尼的法律生涯可谓跌宕起伏 从曾经的英雄到如今的失落 这一切都让人不禁感慨 权力与责任的天平往往在瞬间就会发生翻转 与此同时 在苏丹 激烈的冲突也在继续上演 苏丹的军队在克土木对其准军事对手 发动了一场重大的攻势 这场激烈的战斗旨在争夺首都的控制权 清晨 苏丹军队宣称已经成功跨越尼罗河上的三座重要桥梁 展开攻击 试图夺回被快速支援部队 RSF占领的社区 这次攻击似乎是自从苏丹17个月的内战开始以来 军队在克土木发动的最大攻势 这场攻击发生在军队指挥官阿卜杜勒 法塔赫阿尔布尔汉将军 即将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之前 目击者报告称 靠近河流的地区发生了炮击和空袭 浓烟在密集的人口区域上空升起 48岁的居民艾哈迈德·阿卜杜拉告诉路透社 军队正在对哈尔法亚和香巴特进行猛烈的炮击和空袭 爆炸声非常响亮 RSF则表示已经阻止了对克土木两座重要桥梁的穿越尝试 而电讯报无法独立验证这些报告 苏丹军队和RSF自2022年4月以来开始了一场残酷的权力斗争 这场斗争源于阿尔布尔汉将军与他的副手穆罕默德·哈姆丹·达格洛 Himeti之间长期潜伏的竞争 最终演变为公开的敌对行动 由Himeti领导的RSF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这个国家已经变成了一个战区 并成为世界上最严重的人道危机之一 据估计已有多达15万人丧生 超过1000万人逃离家园 外交努力试图停止流血事件 但屡屡失败 特使们表示双方都在不怀好意的行动 这场冲突因外国势力的介入而变得更加复杂 这些势力选边站 向战争中注入武器 希望能从最终的胜利者那里获得资源 让步或影响力 本周早些时候 美国总统乔拜登呼吁所有国家停止向这两位对立将军提供武器 他说 世界需要停止武装将军们 用一种声音告诉他们 停止撕裂你的国家 停止阻碍对苏丹人民的援助 立即结束这场战争 阿联酋被广泛指责为RSF提供武器 而俄罗斯则在两方之间游走 伊朗和埃及则支持苏丹军队 本周 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对外国势力在苏丹 残酷权力斗争中的角色表示失望 这场斗争释放了可怕的暴力 他说 人道灾难正在展开 饥荒蔓延 然而外部势力仍在干预 却没有统一的和平解决方案 RSF部队已经占领了达尔富尔地区的大部分地区 并被指控进行针对特定族群的攻击 这些攻击让人想起该地区2003年的种族灭绝 被围困的行政中心埃尔法舍尔是达尔富尔 唯一仍在苏丹军队控制下的城市 外交官和那些在那里避难的人担心 这座城市的沦陷将引发新一轮的暴行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芬兰中部的I Terry动物园近期宣布 计划将两只名为Lumi和Pyre的大熊猫 提前送回中国 比原定的15年租约提前了8年 这一决定引起广泛关注 但双方都表示 这并非由于地缘政治原因 而主要是因高昂的养护成本所致 2018年初 Lumi和Pyre抵达芬兰时 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欢迎 动物园方面曾估计 当年有约28万人次参观了熊猫馆 是2017年的两倍多 为了迎接这对熊猫 动物园投资了约950万美元 建造了一座专门的熊猫馆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动物园发现养护熊猫的成本远超预期 每年约170万美元的养护成本 涵盖了能源 维护费用 员工工资 以及从荷兰运来的竹子 熊猫每天需要进食26到84磅的竹子 此外 动物园还需向中国支付年费 以获得熊猫的养护权 尽管具体的经济协议为对外公开 但这些开支 给动物园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 新冠疫情的影响 因而乌战争引发的高通胀 以及国内旅游的下降 使得动物园的客流量和票房收入大幅下滑 这一经济困境 迫使动物园重新评估熊猫的养护计划 最终决定提前将Lumi和Pairi送回中国 这一决定虽然是出于经济考虑 但还是令许多芬兰民众感到失望 熊猫不仅吸引了大量游客 还成为了当地文化的一部分 尽管面临挑战 Lumi和Pairi的存在 为当地带来了欢乐和珍贵的记忆 从这个事件中 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化背景下 动物保护与经济利益之间的矛盾 以及如何平衡这些利益 以保持续珍稀动物的生存和文化交流 未来也许会有更多的合作机会 让这些珍稀动物 可以在不同国家之间 驾机有益的桥梁 曾任纽约市市长的鲁迪 朱利安尼因试图推翻特朗普 在2020年选举中的失利 并基于虚假选举舞弊指控 而被吊销了在华盛顿特区的律师执照 这一裁决由华盛顿特区 上诉法院的三位法官 做出对于朱利安尼来说 无疑是又一次沉重打击 不久前 她在纽约也因类似原因 被吊销了律师执照 朱利安尼的律师执照 早在2021年7月 就因纽约的纪律程序 在华盛顿特区被暂时吊销 纽约上诉法院 指责其滥用作为特朗普 及其竞选的个人律师的权利 在多个法院散播虚假甚至伪证的主张 该法院在裁决中指出 朱利安尼违反了法律职业的基本准则 助长了2020年总统选举后的全国动荡 2023年 华盛顿特区的律师协会纪律小组 建议吊销朱利安尼的执照 指责其声称大规模选举舞弊 却无证据 朱利安尼未能对上诉法院的命令 做出解释 最终导致被吊销执照 朱利安尼在特朗普挑战选举结果的过程中 扮演了关键角色 但他在乔治亚州和亚利桑那州的相关州级指控中 均表示不认罪 他的法律生涯经历了从高峰到低谷的跌宕起伏 权力与责任的天平往往在瞬间就会发生翻转 苏丹军队近期在喀吐木 对其准军事对手 快速支援部队 RSF 发起了重大攻势 试图夺回首都的控制权 这场攻势是自苏丹内战爆发以来 军队在喀吐木发起的最大规模进攻 正值军队指挥官阿卜杜勒 法塔赫 阿尔 布尔汗将军 即将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前夕 目击者报告称 靠近河流的地区发生了炮击和空袭 浓烟在密集的人口区上空升起 RSF则表示 已阻止了对喀吐木两座重要桥梁的穿越尝试 苏丹的冲突 最初源自阿尔 布尔汗将军 和穆罕默德、哈姆丹、达格洛 Himetti之间的权力斗争 最终演变为公开的敌对行动 RSF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显著进展 使苏丹成为世界上最严重的人道危机之一 已有多达15万人丧生 超过1000万人流离失所 尽管外交努力不断 但停火协议屡屡失败 外部势力的介入使冲突更加复杂 美国总统拜登呼吁各国停止向冲突双方提供武器 并要求立即结束战争 RSF部队已占领达尔富尔地区的大部分地盘 被指控进行种族灭绝式的攻击 达尔富尔唯一仍在苏丹军队控制下的城市 埃尔法舍尔面临被攻陷的风险 这可能引发新一轮暴行 外部势力的干预 使得这场冲突更加复杂 人道灾难仍在持续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奇奇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奇奇 各位不要因为熊猫回家这事而悲伤 芬兰动物园省下的这笔钱 可以用来改善动物园环境 为其他动物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 熊猫吃的竹子运费都能买几个冰淇淋车呢 而且这也不是什么政治问题 纯粹是经济考量 熊猫在芬兰待了六年 已经很幸福了 让它们回中国 也是对它们负责的选择 毕竟中国是它们的老家嘛 楚天书 我看你是忘了熊猫在芬兰的地位 这可是国宝来着啊 它们不仅仅是动物 更是中分友谊的象征 说经济考量 那可是你单方面的解释 说不定背后还有什么政治斗争呢 再说了 芬兰人对这两只熊猫投入了多少感情 说回去就回去 这对熊猫心里有影响没 而且你知道一只熊猫每天吃多少竹子吗 那可是它们的生存所需 怎么能拿冰淇淋来比呢 谢奇奇 你这魔说我可不乐意了 芬兰的经济压力你知道吗 光竹子运费就能让芬兰国内的冰淇淋价格翻倍 况且 疫情和俄乌战争的双重打击下 动物园再这么下去 恐怕连门票都卖不出去 还养什么熊猫啊 与其让熊猫在那儿吃不饱 不如让它们回国 过上竹子吃到兔的幸福生活 中分友谊不会因为熊猫回家而受影响 友谊之船可不是这么容易翻的 楚天书你这么说真的让人摸不着头脑 你知道吗 熊猫在芬兰不仅仅是吸引游客 更是文化交流的桥梁 芬兰小朋友看着熊猫学习中国文化 这可是无形的财富啊 而且你怎么知道熊猫回中国就一定幸福 它们已经习惯了芬兰的环境 突然改变生活环境 熊猫的心理健康你考虑过吗 这可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 还有你说中分友谊不会受影响 但送回熊猫这动作 难免让人联想是不是中分关系出了问题 谢琪琪 你这么一说 真是让我哭笑不得 熊猫这么能适应 从中国到芬兰不也适应得挺好吗 再说了 芬兰小朋友也可以去中国看熊猫 还能学到更多中国文化 一举两的吗 你说熊猫心理健康 那怎么不关心关心动物员工作人员的心理健康 它们每天要为了那么多钱操心 还不如让熊猫回中国 它们也能轻松点 至于中分关系 我相信 两国的友谊员比几只熊猫重要得多 友谊的船 不会说翻就翻的 楚天书 你这话真是让人无言以对 熊猫可是中国国宝 芬兰人这么爱它们 突然送回去 怎么不让人失望 你说芬兰小朋友去中国看熊猫 这想法好是好 但现实吗 疫情之后 哪有那么容易出国 而且 动物园工作人员的压力确实大 但这也是它们选择的工作 责任所在 友谊的船不容易翻 但也不是不会翻 这么草晒的送回熊猫 恐怕还是要慎重点 毕竟中分之间的微妙关系 也不能忽视啊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哦 这期节目有点沉重 不过我们就用生动幽默的方式来聊聊吧 首先 芬兰的动物园决定把两只可爱的大熊猫 Lumi和Piri送回中国了 这些大熊猫就像是动物界的超级明星 但它们的日常开销可不便宜啊 2018年时 这动物园可是花了950万美元建造了一个豪华的熊猫馆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要知道 熊猫的胃口可是很大的 每天要吃掉26到84磅从荷兰运来的竹子 这消化力真是让人佩服 但芬兰的经济压力加上新冠疫情的影响 再加上俄乌战争造成的高通胀 动物园只能无奈地提前结束这段熊猫旅程 所以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养大熊猫就像是养一个小型吃货王国 经济压力不小啊 接下来我们聊聊曾经风光一时的鲁迪 朱利安尼 他可是曾经被称为美国市长的人物 但因为替特朗普打选举官司 结果现在律师执照被吊销了 华盛顿特区的法院觉得 他在2020年选举舞弊的主张完全是伪证 还觉得他这个行为有些有显赫地位却滥用职权 这可真是从天上调到地上 朱利安尼的法律生涯 可以写成一部跌宕起伏的剧本了 从纽约到华盛顿特区 他的执照接连被吊销 只能说这是一个不明智决策的结果 难怪有句话说 攀得越高 跌得越重 最后来谈谈苏丹的局势吧 苏丹军队和快速支援部队 RSF正在喀吐木基站 争夺首都的控制权 这场战争打得非常激烈 炮击 空袭此起彼伏 让人不禁想起好莱坞的战争大片 军队指挥官阿卜杜勒 法塔赫 阿尔 布尔汉将军还计划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 这更是让局势雪上加霜 这场内战已经持续了17个月 造成了大量伤亡和流离失所 苏丹的人民真是苦不堪言 更糟糕的是 各国势力的介入让这场战争更加复杂 美国总统拜登甚至呼吁全球停止向这些将军供应武器 这场人道灾难真是让人感到无奈和心痛 总结来说 这期节目让我们看到了动物保护 法律道德以及国际政治的多重矛盾 这些都是现实生活中不可忽视的问题 希望我们能从中学到一些东西 无论是如何更好的保护珍惜动物 还是如何在混乱的世界中保持理智和正义感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 让您拥有145种语言能力的新时代 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新时代 语言不再是障碍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隆重推出 这项由欧洲、美洲、亚洲的顶尖科技、语言和媒体专家 合作开发的创新技术现已开放使用 该系统能够克隆您的声音并将文字转换为语音 使您能够掌握多达145种语言和方言 为您的生活和工作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革命性的多语言能力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的最大亮点 在于其广泛的语言覆盖范围 无论是商务会议、国际交流、教育培训 还是日常沟通 这项技术都能让用户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流 只需几分钟 用户便可轻松克隆自己的AI声音 体验从未有过的多语言沟通能力 简单便捷的使用体验 使用6度AI克隆声音系统非常简单 无需任何专业设备 也不需要学习复杂的技术知识 用户只需进行简单的操作 即可完成声音克隆过程 并将其应用于各种场景 无论您身处何地 都能通过这项技术突破语言障碍 实现高效沟通 广泛的应用场景 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广泛 从商业到教育、从媒体到娱乐 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企业来说 这意味着可以更好地与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沟通 对于教育机构 这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多种语言 对于媒体和娱乐行业 这将带来全新的内容创作方式 立即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现已上线 欢迎访问以下链接进行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 HTTPS 6度WorldPTS 立即登录 体验这项改变未来的创新技术 让您的声音在全球范围内响起 谢谢大家收看6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6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6度世界网址是6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